I'm pleased to make a truly historic announcement in our battle against the China virus that will save countless lives The FDA has issued an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That's such a powerful term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for a treatment known as convalescent plasma 抢在共和黨全代會前一天 美總統川普在疫情記者會上 高调宣布 美食藥署FDA 以紧急批准 用康复者血浆 作为新冠病毒的治疗方法 川普声称 决定经过深思守虑 不只获得哈佛及MIT学者背书 还在卫福部及食藥署 两位首长面前 援引权威梅奥医学中心实验数据 称在100名COVID-19患者中 有35人是借由血浆疗法 成功挽救性命 问题是不到一星期前 同样这个单位 在评估血浆疗法时 还保守地说 值得期待 但目前仍未展现出安全及有效性 热猫总统川普推文怒批食药署 故意拖延疫苗相关试验 其目的是影响11月3号的总统大选 纽约时报日前公开撰文 质疑这位肿瘤学者 虽然出身医院高层 但自担任石药署长以来 始终无法在专业与政治间 捍卫科学的完整性 这回贸然批准血浆疗法的紧急使用 更被批评牛区专业数据 让新冠病毒治疗与疫苗的核准流程 过度政治化 直到学界闹得沸沸扬扬 他才改口说 35%只是接受高低浓度抗体 患者血浆死亡风险的相对差异 并非绝对风险的降低比例 但总统及主管官员 夸大疗效滋事体大 为平息民怨 纽约时报道称 FDA已决定开除 两名提供咨询的公关专家 施药署强调 紧急使用授权 绝不等同于全面许可 透过近几个月的数据 审视后得出的结论 只能说血浆疗法看起来安全 且益处大于可能风险 但总统川普无疑借此 找到了突破点 英国金融时报 近日援引消息来源称 白宫正考虑如法炮制 在11月3号大选前 针对英国牛津大学 与制药巨头阿斯特杰利康 联合开发的疫苗 在完成第三阶段人体试验前 就大开绿灯 根据世卫最新统计 全球上百款疫苗研发 都在提速 除了100多款疫苗 亦有30多种已迈入临床试验阶段 进入第三期临床试验 也已高达6支 单位避免新冠疫情 在2020秋冬大局反扑 BBC报道称 整个研发竞赛 似乎出现了标榜民族主义 超捷径 刷很糟的扭曲状态 包括俄罗斯八月中 已宣布开始施打一款 人体试验不到两个月的疫苗 石普尼克5号 中国方面也证实 他们在7月22号 正式启动了新冠疫苗的紧急使用权 目前事先从医疗防疫 及边境人员开始施打 企图建立免疫屏障 让城市运行维持稳定的保障 美防疫专家佛奇 对于当下疫苗研发的仓促形势 感到忧心 他在接受路透社电话专访时警告 疫苗研发过程 最不想看到的 就是在透过大规模试验 证明其安全有效前 就透过紧急授权供应施打 更何况 越来越多国家 已出现二次感染的患者 这也意味着 人们恐怕必须降低 疫苗能彻底防范遭受感染的期待 检视全球疫苗研发的最新进展 包括美神级公司Moderna 本周宣布 其实验性疫苗 在56岁以上受试者体内 所引发的免疫反应 已与较年轻的受试者相当 这对脆弱族群来说 是极正面的好消息 而被视为最有希望黑马 并在本月初 首度公布临床试验结果的 Novavax后选疫苗 也已敲定将在捷克生产 最快12月提出审批申请 只是制药龙头辉瑞也坦承 他们与Moderna 正在进行中的 第三阶段人体试验 均发生了族群分配不均的局限性 非议与西班牙裔的受试者 仅占19% 偏偏这群人 往往是遭新冠病毒攻击 引发重症死亡的最主要族群 The knowledge gap goes also with a lack of access Most clinical trial sites are located not in the neighborhoods So what I've been trying to do is 却是由截然不同的病毒所引起 换句话说 眼前的新冠疫情 看似如野火般 一波接一波复燃 但真正的考验 其实还没到